从旺中到一传媒并购案 台湾民众捍卫言论自由基本权利 下面的这则新闻要带您来看到 才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 却是在最近的瑞典行中 对敏感问题保持低调 这让不少熬夜客服时差 只为了观看莫言瑞典演讲的大陆网友 是相当失望 莫言身着一身中山庄 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45分钟的演说 主题是讲故事的人 莫言回忆起他母亲的年代 并说起小学三年级时 因为举报一位同学深感内疚 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 为了能够让老师看到我的表演表现 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 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 嘴巴里也没有一点声音 也没有应手掩面 事后我向老师报告 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 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我的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 每当想到他 我就深感歉就 支持者认为 莫言全篇演讲泼服失忆 思绪细腻 讲言内容也体现了坦诚和忏悔 引起听众对人性的反思 反对者则认为 莫言的演讲缺乏深度 语言没有体现出诺贝尔奖得主应有的大师水平 同时也有网友保持中立态度 有大陆网友留言称 莫言回答得很技巧 很圆润 也可以说很圆滑 在让人同情理解的同时也感到很遗憾 有人认为 这就是莫言吧 两面讨好 左右逢源 莫言之前说过 如果说一个作家认为 他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 必定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 那一定是假话 对此有网友回应 关键在于这个作家 对于这种不自由的体制是什么态度 是抵制 妥协 甚或推波助澜 新唐人记者林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